大家好,欢迎来到五江烈传 这一期的节目我们就来继续给大家讲解有关于毛利家的故事 在这里呢,我们先提醒一下心爱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们对毛利家的历史不是非常熟悉的话 版主在这里非常不建议你们直接从这一期开始看 由于我上传的节目连续性都非常的强 如果在不了解前提内容的情况下,直接观看这一集 新观众很有可能会对故事的发展产生理解上的困惑 由于毛利家的内容到目前为止已经出了16集 如果新观众想要更加详细的了解这个家族的话 我在这里非常建议你们从毛利家的第一期开始看 好了,废话少说,现在就赶紧让我们进入这一期的主题吧 在上期的节目中,我们其实有给大家概括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那就是自从1582年6月的本能四质变以后 直到1584年末,小木长久守结束为止 这段时间里,毛利家和雨柴秀吉双方之间的关系 由于雨柴秀吉的实力不断的壮大 所以在当初西国领地各让的问题上 毛利货源和小早川龙井就是选择向雨柴秀吉表示妥协 1585年1月,毛利家的背后国 安逸国,周方国,长门国,石建国,出运国,隐吉国 除此之外,还有被中国高粱川以西 以及薄熙国西三军的领地 是得到了雨柴秀吉的承认 而双方之间的领地划分得到确定的这个重大事件 在历史上也被叫做中国国分 而在这之后,在小早川龙井的建议下 毛利货源是把自己的养女内藤氏 嫁给了雨柴秀吉的养子,雨柴秀胜 双方之间从此是正式达成了一个同盟关系 在上一期我们虽然讲了很多 有关毛利家和雨柴家之间关系的发展 但是在这段期间 毛利家和雨柴家双方 其实都还和另外一个家族有着非常深刻的纠葛 是哪一个家族呢 没错,那就是我们这一期要引入的一个重要角色 四国岛的长宗我部 有关于长宗我部家所在的四国岛 我估计有一部分观众可能对这一代的历史了解 都是处于一片空白的状态 如果我们接下来要细讲四国争法的话 有关于长宗我部家 在战国时代后期的背景和相关发展 是非常有必要给大家提前做好一个梳理 而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打算把四国争法的内容分成两期的原因 前篇也就是这一篇 是给大家探讨造成秀吉 决定讨伐长宗我部的原因 以及事件的导火线 而下一篇呢 则是具体讲解 小早川龙井跟随雨柴秀吉 入侵四国的内容 有关长宗我部家 这个家族也是一个几乎横跨了整个战国时代的存在 从战国时代早期的长宗我部兼许 到后来的长宗我部国庆 再到我们所熟知的长宗我部元庆 以及后来参加大阪执政的大阪五人众之一 长宗我部圣经 长宗我部家是在战国时代经历了整整四代人 前后有着超过一百年以上的历史 而且长宗我部家的每一代当主 都有属于自己的非常精彩的故事 但是我们在这一期里呢 为了给毛利家和长宗我部家的故事做一个交代 我们将主要着重给长宗我部元庆 进行一个大概的叙述 有关长宗我部元庆 其实我们在之前讲解毛利元旧的故事中 就已经给大家隐约的涉及到了一小部分 具体来说是在毛利元旧 消灭李子佳之后的一语除逼那一段 但是这一段我们之前只是轻描淡写 为了给后面的故事打下基础 有关四国局势 在战国时代中后期的发展 以及长宗我部元庆的崛起 我们就从这个内容点开始 给大家做一个切入性的讲解 在1567年也就是现阶段毛利家故事主线的18年前 当时四国岛西部最庞大的势力之一 屠左一条势 是向一语国南部的小势力西元四家发起了侵略 而为了抵抗由一条坚定所带领的一条大军 西元四家最后是和自己北面的邻居 何也家结为了盟友 而为了对抗西元四跟何也家所组成的联盟 一条家最后是跟一语国西部的国人众 语独公家联手 最后四国岛西部的战局 是形成了一种两两对抗的局面 而在双方阵营互相战斗的过程中 西元四家还是不敌一条大军的攻势 最后西元四家是在1568年的1月 向一条坚定臣服 而在西元四家向一条家臣服以后 四国岛西部的战局就突然开始变成了 有一条家西元四家还有语独公家 联合对抗何也家的情况 当时何也家最重要的家老之一 是一个叫做村上通康的人物 而这个村上通康呢 也就是当时云女驻岛中来到村上家的当主 在何也家遭到三方联军侵略 战况处于极度不利的状况下 村上通康是立刻向赖乎内海对岸的强大势力 毛利元旧请求救援 在毛利元旧接到村上通康的救援请求以后 他在当时基本上是完全没有办法拒绝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当时村上通康的妻子 实际上就是毛利元旧的孙女 说了再具体一点 村上通康的妻子天幽永兽 她是五龙局的长女 所以村上通康实际上和毛利家之间 是有着非常直接的亲戚关系 而除了村上通康跟毛利家之间 有着婚姻关系以外 在当初的沿岛之战时 村上通康曾经率先带领了来岛海贼中 对毛利元旧进行了支援 并且帮助毛利元旧成功的击败了陶新贤 所以毛利元旧在当时实际上 是欠村上通康一个非常大的人情 而真身一月村上通康跟毛利家之间存在的特殊关系 当时的毛利元旧是根本没有犹豫 立刻派出了以小早川龙井为首的 超过一万人的援军 对河野市展开了救援 而在毛利元旧在异羽国登陆以后 小早川龙井基本上是立刻就会一条坚定的主力展开了交战 而在最终决定战局的鸟半卡之战中 小早川龙井几乎是全坚一条坚定的主力 在成功继续一条坚定的主力以后 由小早川龙井所带领的毛利军原本是可以继续深入 一路攻打到土佐国西部 但是毛利家和大友家之间的矛盾 在这段期间里是急剧升级 而为了接下来准备和大友总理展开决战 在毛利元旧的命令下 小早川龙井所带领的毛利元军是全面撤回本国 而在毛利军陆续从四国退兵的过程中 小早川龙井的家臣南美宗盛 受害顺道帮助河野家消灭了他们的死对头 鱼毒公家 而正是由于一条家在鸟半卡之战中的大败北 一条家的军事实力是从此开始变得一蹶不振 而一条家的当主一条坚定 也是因此开始陷入一种自暴自细的状态 而借助毛利家出兵 使得一条家实力衰弱的机会 当时已经开始逐渐展现出抬头迹象的一条家丛述 长宗我不远亲 是看准的机会决定进一步挂大自己的独立心 在1569年7月 也就是鸟半卡之战结束的大概一年以后 长宗我不远亲是主动向一条家的盟友 位于吐索国东部的国人中 阿易国虎发起了进攻 在长宗我不远亲的进攻下 阿易国虎最后是战败自杀 而东吐索的控制权也从此就落入了长宗我不远亲的手中 随着长宗我不远亲势力的不断扩大 当时一条家的家老土居松山 则是不断的在督促自己的主公 一定要保持警惕心态 但是当时的一条监定 则是忙着享受九十周林逍遥自在 面对主公的问题态度 土居松山是对一条监定的行为 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评 而恼羞成怒的一条监定 则是报复性的把土居松山一组给全部杀害了 而作为结果 一条监定的行为是受到了众多家臣的怨恨 最后一条家臣们是联合发动政变 将一条监定赶出了家门 放逐到了大有事的丰厚国 而在赶走一条监定以后 一条家的家臣们是开始向长宗我不远亲靠近 1574年 在长宗我不远亲的安排下 一条监定当时只有九岁的儿子一条内政 是引起了长宗我不远亲的女儿 自此以后 长宗我不远亲则是以外企的身份 成功的控制了整个一条家 而在两年后的1575年 当时被放逐的一条监定 为了重新夺回领地 在大有棕林的帮助下 他是又再次组建了大军 跨海对长宗我不远亲展开了反击 从而也就爆发了对于长宗我不远亲来说 非常重要的一场战役 四万十川之战 但是在这场战斗中 长宗我不远是成功的击败了一条监定的复兴军 并且再一次把一条监定赶出了土佐国 之后一条监定是流浪到了土佐国西部海域的一座孤岛上 靠信仰基督教度过了余生 而随着四万十川之战的胜利 长宗我不远亲是彻底奠定了自己作为土佐之王的身份 并且是成功的继身到了当时战国大米末班车的行列当中 长宗我不远亲真正统一土佐国的时间是在1575年 而1575年也正好就是致电信长 在长小之战中击败武田胜来的同一年 而当时长宗我不远亲和致电信长之间的外交关系 实际上是非常的良好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长宗我不远亲当时负责和致电信长展开外交工作的使者 实际上就是长宗我不远亲的妻子 长宗我不远亲的妻子在历史上并没有留下本名 而有关的记载则都是以原亲夫人来称呼 而在司马遼太郎的小说《夏草之妇》当中 长宗我不远亲的妻子是被叫做蔡蔡夫人 而在光荣的信长野望游戏系列里面则是被叫做水星夫人 而有关长宗我不远亲和他夫人之间在生活上的故事 等我们以后有机会开长宗我不专题的时候 再给大家做更多的延展 在这里呢我们就不细讲 在原亲夫人的外交努力下 长宗我不远亲是得到了知恋心长的好感 当时的知恋心长除了把自己名字里的性子 赠送给了长宗我不远亲的儿子 长宗我不性情以外 知恋心长当时还特别承诺长宗我不远亲 可以让他随意供取四国的任何领地 在跟知恋家经历起友好关系以后 长宗我不远亲是开始着手准备 对自己的势力范围进行拓张 长宗我不远亲原本是打算 在一年后的1576年 对四国岛的阿波国 战旗国 还有一羽国 防动权方面的侵略 长宗我不远亲的弟弟 以其长宗我不远家重要军事指挥官的 几阳亲征是突然病逝 由于几阳亲征的突然去世 长宗我不远家的军事行动 是因此而延后了两年的时间 而在两年后的1578年 准备充分的长宗我不远亲 在正式开始了他直霸四国的经济行动 在1578年 长宗我不远亲是正式开始了 向四国岛东北部的阿波国 还有战旗国展开的侵略 在长宗我不远亲的进攻下 阿波国和战旗国的有力国人中 像是大西室 香川室 还有宇船室 是纷纷向长宗我不远亲投降 而当时阿波国和战旗国的东部一带 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庞大的势力 是因为长宗我不远亲 不断扩大地盘的原因 而跟长宗我不远家陷入了敌对状态 这个势力呢 也就是战国大名三好家的残党 时刻存保 三好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 自从当主三好一级 在1573年对抗志愿军的 若江城之战中战败自杀以后 三好家的敌流实际上就已经宣布终结 而在三好一级死亡以后 三好家的当主则是由一个 叫做三好长治的英文中所继承 但是三好长治这个人 是在1577年的时间点上死亡 而自此以后 三好家的实际控制权 则是落到了三好长治的弟弟 也就是这个时刻存保的身上 时刻存保跟长宗我不远亲之间产生矛盾 这在当时实际上是引出了一个新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时刻存保早在1576年的时候 就已经晋晋上落 向晋天信长表达了臣服 所以时刻存保在严格意义上来说 是属于晋天家的从属 而当时长宗我不远亲 不断进攻东部的时刻存保 这在实际上 也就是对晋天家的势力进行了侵犯 但是晋天信长是在先前的1575年 给长宗我不远亲立下过承诺 答应他晋天家不会干涉长宗我不远家 在四国方面的任何军事行动 所以晋天信长在得知 时刻存保跟长宗我不远亲之间 展开交战以后 他本人也是因此感到相当的困扰 长宗我不远亲和时刻存保 真正产生冲突的时间是在1578年 当时晋天家和我们毛利家之间的战斗 是也正好进入了一个百日化的阶段 如果这个时候晋天信长 违背当初和长宗我不远亲的约定 对长宗我不远亲在四国地区的军事行动 进行干涉的话 那么这样也就很有可能会激怒长宗我不远亲 最后甚至会把他推向敌对的 信长包围网阵营 而这种情况是晋天信长 当时很想要尽量避免掉的 所以面对长宗我不远亲 不断进攻四国东部的行为 当时的晋天信长是对此采取了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的态度 在1578年到1580年这段时间 跟长宗我不远亲交战的过程中 十和存保是一直处在一个劣势状态 而在长宗我不远亲方面 长宗我不远亲在这个时候 则是显得相当的游刃有余 除了在四国东部和十和存保的势力 展开交战以外 当时的长宗我不远亲 还分出了自己的心腹九五亲信 率领了另外一支军队 向义宇国南部的西元四驾展开了侵略 但是长宗我不远亲略西元四驾的这支部队 就是被西元四驾的将领土居清良所击败 而长宗我不远亲的领导者九五亲信 也是在这两战斗中不幸战死 也暂时因为在进攻西元四驾的过程中受挫 长宗我不远亲略义宇国的计划 也是暂时性的陷入了僵局 而为了把长宗我不远亲的影响力 成功打入义宇国 长宗我不远亲当时是拉拢了东义宇国的国人中 金子园宅并且和他结为了盟友 而在成功把金子家拉入自己的散下以后 长宗我不远亲是开始把侵略义宇国的突破点 从西元四驾转向了义宇国北部的和也家 当时和也家的当主是一个叫做和也通直的人物 而这个和也通直则是接下来引发毛利和长宗我不 两家之间矛盾的一个关键存在 和也家的上一代当主和也通轩他没有后代 而这个和也通直则是他的养子 那和也通直真正的父亲是谁呢 和也通直的新生父亲也就是先前我们提到过的村上通刚 村上通刚和五龙局的女儿天忧永兽剩下的儿子 也就是这个和也通直 所以换一句话说 现在和也家的当主也就是毛利元旧的曾孙子 而这也就意味着现在的和也家实际上也就是毛利家的分家 而当时和也通直在异域国北部的政权 在背后是受到了毛利家还有萧嫂川龙井的控制 这一点也是被现在的历史学家所肯定 所以当时长宗我不远亲侵略和也家的行为 实际上也就是对毛利家进行了宣战 而当时的毛利家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当时的毛利家是处在一个正在波莫国一带 和这家家主地展开拉锯站 但是同时也在犹豫 到底要不要继续上落的一个阶段 这一段我们在之前有给大家做过一个非常详细的讲解 毛利家在最后还是选择放弃了上落 而毛利家放弃上落 在这背后的原因 我们在这里呢其实还要再进行一个补充 除了我们先前提到过的上山前行突然病逝 包围网出现破裂 以及毛利家后方突然出现一门中叛乱以外 当时长宗我不远亲开始进攻 由毛利市所支配的荷叶家 也是一个促使小岛山龙金等人 决定停止上落的原因 这个原因我们之前没有给大家讲 是因为如果太早设计有关长宗我不远亲的崛起 以及毛利家跟荷叶家的关系的话 内容就会变得非常的复杂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给大家做一个临时性的补充 而为了应对长宗我不远亲对荷叶士的侵略 毛利家当时是派出了援军 对荷叶士进行了支援 在有了毛利君支援的情况下 长宗我不远亲对荷叶士的攻略 也因此受到了阻碍 他对长宗我不远亲本人而言 平定义与国的计划 也开始往最坏的长期化的方向发展 而就在这一段时间前后 毛利家是在第二次木槿穿口海战中 惨败给了支援军 而毛利家自此以后 在各方面战场上的局势 是从最开始的优胜方 慢慢转向了战败方 而原本打算借此机会 继续加强对异与国侵略力度的长宗我不远亲 却在这个时候 接到了来自于支援信长的通告 什么通告呢 支援信长要求长宗我不远亲 向自己表示臣服 并且立刻停止在四国的一切军事行动 而且支援信长同样也不承认 长宗我不远亲现在所拥有的领地 在支援信长的要求下 长宗我不远亲的势力 只允许拥有徒左一国 以及阿伯国半国 支援信长选择在这个时间 突然对长宗我不远亲进行干涉的原因 其实也很简单 那就是现阶段的毛利家 已经不再对支援家造成任何实际的威胁 而且信长包围网中的各个势力 也开始逐个瓦解 这个时候的支援信长 是终于开始有多余的心思 对领地不断扩大 并且很有可能会成为 下一个潜在威胁的长宗我不远亲进行控制 在得知了支援信长 违背了先前不干涉四国攻略的承诺 并且无条件要求自己臣服以后 长宗我不远亲是感觉受到支援家的侮辱 最后愤怒的长宗我不远亲 选择无视信长的存在 继续贯彻自己征服四国的军事行动 而长宗我不远亲所展现出来的不配合的态度 也是成功地挑动了支援信长的神经 自此以后 长宗我不远家和支援家之间的关系 是开始发生破裂 1581年3月 支援信长派遣三好家来响将 三好钢厂作为负责人 开始对四国东部处于劣势的石河村堡展开支援 而在有了支援军的帮助下 石河村堡在阿波赞齐战场上的局势 终于开始出现了扭转 而在1581年11月 当时正在负责进攻毛利时的羽柴秀吉 也同样得到支援信长的命令 让他分出手下的一部分兵力 配合同僚支援援助 对靠近赞齐和阿波的弹路岛展开了镇压 而在成功拼定弹路岛以后 支援家的势力范围 是直接跟长宗武部军 在四国东部的前线隔海相望 而为了把弹路岛打造成之后 支援军向四国展开登陆的中转站 当时弹路岛的本城 周本城是交给了羽柴秀吉的亲信 现单秀九管理 1582年5月 在消灭了东边的威胁武田家以后 支援信长安排自己的三男支援信校 作为军团长 征召了超过两万人的军队 准备跨海对长宗武部元庆展开正式的讨伐 四国军团原定的出发日期是在1582年的6月2日 但是非常不巧的是 6月2日正好也就是本能四支变爆发的同一天 仙头部队已经开始渡海的支援信校 在得知自己的父亲支援信长突然死亡以后 是立刻停止而眼下侵略四国的行动 由于京都方向出现了明治光修的叛乱军 而四国方向又有气势汹汹的长宗武部 除此之外 支援信校军团身后大各国的领主通情顺庆 他曾经担当过明治光修的雨例 而且两者之间交情非常要好 所以支援信校当时也完全无法确定 同情顺庆是否也是本能四支变的残余者之一 除此之外 射经国的支援恒星 还有北部的西川藤孝 这些人的立场在当时也都没有办法完全确定 最坏的情况下 支援信校军团在当时实际上 很有可能是处在敌人的全面包围当中 在身前身后都陷入危机 外加四国远征军的兵量不及 也因为明治光修的叛乱而无法得到确保 所以当时支援信校军团内部的士兵 因为恐慌而出现了大量的叛逃者 而支援信校原本有两万人以上的军团 在仅仅三天之内就逃亡到 只剩下不到四千人了 而支援军的四国远征计划 也就此在还没有开展的情况下 就全面宣布失败 也正是一位失去了后方支援军的援助 石鹤存保的势力在当时又再次陷入了劣势 1582年6月 在本能四支变爆发以后 和长州五边亲有勾结了淡路海贼建大长 则是抓住了支援军陷入混乱的机会 趁机攻下了支田坊在淡路国的据点周温城 而长州五边亲也开始配合建大长的行动 对石鹤存保展开了全方面的进攻 1582年8月 长州五边亲在阿波国的中复川之战中 大败石鹤存保 而石鹤存保的残兵败将则开始向东部逃窜 然后聚守在了阿波国最靠近东端的堡垒 圣瑞城 而在一个月后的9月 长州五边军是紧接着就对圣瑞城展开了进攻 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 同样也将石鹤存保所拒守的圣瑞城击破 而随着圣瑞城的落成 长州五边军是成功的平定了整个阿波国 而在石鹤军方面 连持两次败仗的石鹤存保 这个时候则是紧接着向北部的战纪国方向逃亡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石鹤存保最后是向在山崎之战中 击败明治光修的雨柴秀吉寻求帮助 而正是石鹤存保向雨柴秀吉求救的行为 是成为了后来长州五边亲和雨柴秀吉 双方之间矛盾展开的奇迹 在1582年末到1583年前半这段时间里 长州五边军是在不断的进攻石鹤存保 在赞祁国的居城石鹤城 而为了挽救位在旦夕的石鹤城 雨柴秀吉是在1583年的4月 分别派出了自己的部将 先旦秀九还有小溪新长 分别从淡路岛还有小豆岛两个方向 对赞祁国北部的石鹤城展开了援助 但是雨柴君的救援行动 并没有进行的非常顺利 在小溪新长方面 小溪军在1583年4月初 于赞祁国北部海岸展开的湘西部海战中 是被长州五部军击退 而在仙旦秀九方面 仙旦军则是在4月22日爆发的 尹天城之战中 惨败给了长州五部军 而仙旦秀九的这场惨败 不仅导致石鹤方丢失的据点尹天城 而且据说在这场战斗中 仙旦秀九本人身上背的旗帜 都为对方的士兵抢走 是整个呈现出一种非常丢人的姿态 在仙旦秀九和小溪新长败北的战报 传到宇柴秀吉的耳中以后 宇柴秀吉对此是感到非常的烦躁 当时的宇柴秀吉是正处在一个 和柴天圣家全面开战的状态 对于四国方面的情况 宇柴秀吉是根本没有多余的心思 就进行进一步的牵制 而也正是在柴天圣家和宇柴秀吉 爆发矛盾的这段时间里 长州五部军击是对柴天圣家 表现出了友好态度 并且是非常积极地摆出了一副 要和柴天圣家共同对抗宇柴君的姿态 但是在1583年4月的建月之战中 柴天圣家是被宇柴秀吉击败 而在这之后 宇柴秀吉决定清算 当时公开和自己作对的长州五部军净 我们在上一集中有给大家讲到过 在1583年的年末 宇柴秀吉是开始着手 在原石山本源寺的遗址 建造一座新的城堡 而这一座城堡 也就是后来宇柴秀吉的军事和政治中心 大阪城 而宇柴秀吉建造大阪城的目的 除了像我们上一集所说的 给毛利会员一定的心理威慑以外 其更重要的原因 是为了方便接下来 全面展开对四国长宗五部的讨伐 宇柴秀吉原本的计划 是在1584年正式开始四国蒸发 但是1584年同年 宇柴秀吉是和东海道的实力者 德川家康之间的关系突然陷入恶化 而为了解决眼前更大的威胁 宇柴秀吉决定把四国蒸发的计划暂时搁置 之后宇柴秀吉是全身心的 集中在了跟德川家康的小木长久手之战上 而为了对身后的长宗五部元庆进行提防 宇柴秀吉是特意安排了 淡路以及和泉一带的将领 像是鲜蛋秀九 中村一世 还有风虚和家政等人 让他们随时保持对四国一带的警惕 而借助宇柴秀吉 忙于和德川家康交战的空隙 长宗五部元庆是开始加快自己的脚步 向统一四国的目标迅速迈进 1584年6月11日 石河村宝的居城石河城最终沦陷 而再次战班的石河村宝则狼狈地渡过赖户内海 逃亡到了对岸玉山秀吉的大阪城 到此为止 三好家在四国一带的势力是全部被驱逐 而长宗五部元庆也是成功地完成了对战秦国的拼定 而在击败石河村宝的同一时间 长宗五部元庆是再一次向南一宇的西元四家展开了入侵 由于这个时候的长宗五部家 是成功地占领了四国岛上的三国 而且长宗五部元庆这一回几乎是集结了全部的主力 所以长宗五部军这一次针对西元四家的进攻 势比1579年那一回要猛烈上好几倍 在长宗五部军的不断进攻下 西元四家的各个城市陆续宣布沦陷 而西元四家当主西元四公广 面对长宗五部军的军威 在无奈之下被迫投降 到此为止 长宗五部元庆又成功地平定了南一宇 而在击败石河村宝 还有西元四公广以后 紧急的长宗五部元庆是继续把下一个目标 定在了一宇国北部的河野家 而为了尽快完成消灭河野家的目标 长宗五部元庆是联合了自己在一宇国东部的盟友金子元宅 再一次从南面和东面两个方向入手 对河野家展开了夹角性的进攻 而在得知长宗五部元庆和金子元宅的侵略军 即将展开二次侵略以后 河野家的当主河野通知 是立刻向主驾毛利家请求救援 在得到河野家的救援请求以后 萧道山龙井是立刻安排了若胡家的当主 若胡元庆带领毛利军跨海 对河野家展开救援 但是若胡元庆的援军 在1584年4月和长宗五部军的高山核战 以及5月和6月所爆发的惠良局限核战中 是一直处于下风 在毛利援军没有办法阻挡 长宗五部军和金子元宅攻势的情况下 河野家当主河野通知 最后是在1584年的12月 向长宗五部元庆相扶 而随着河野时的相扶 一语过西部的各个土豪 也开始接连向长宗五部家表示臣服 1585年1月 长宗五部军是完全平定了一语国 而长宗五部元庆 制霸四国的愿望 也是终于得到了实现 而就在长宗五部元庆 统一四国的统一时间 于1584年的年末 宇柴秀吉是和德川家康达成了和解 从而结束了长达八个月以上的 小木长久守的纷争 而在小木长久守之战结束以后 实力得到巩固的宇柴秀吉 是把接下来的目标 又重新锁定到了四国的长宗五部身上 与此同时 长宗五部元庆的敌人 也就是我们的毛利氏 是在1585年1月和宇柴秀吉之间结为了盟友 到此为止 尽管长宗五部家终于统一了四国 但是长宗五部元庆 现在根本就没有办法庆祝 因为如今的四国岛 是从北面到东面 几乎整个的被敌对势力所包围 1585年3月 宇柴秀吉是对长宗五部元庆 在基内一带唯一的盟友 杂合中展开了讨伐 而为了和志田信长 在1577年的第一回基州争法组区分 这一场宇柴军 专门针对杂合中的战斗 在历史上也被叫做秀吉的基州平定 在这一场讨伐杂合中的战斗中 我们的小岛川龙井 是得到了宇柴秀吉的邀请 自己亲自率领了毛利海军 前往安和天城 跟宇柴君主力完成了会合 而作为毛利军应邀 参加军事行动的回报 宇柴秀吉是把当初 从毛利家要来的人质 也就是小岛川龙井的养子 小岛川秀包返还给了毛利家 并且还在大阪城周边 给小岛川秀包预留了将近 一万弹左右的领地 而也正式出于宇柴秀吉 在双方同盟成立以后 对毛利家展现出来的亲和姿态 小岛川龙井在帮助宇柴秀吉 平定基州的过程中 表现的是相当的尽心尽责 而有关宇柴秀吉 平定基州的故事 我们在这里暂时先不深入 等以后有时间 看杂课中专题的时候 我们再来给大家 做一个非常详细的解说 而在这里呢 大家需要知道 在1585年的3月到4月之间 宇柴秀吉是成功的 平定了整个记忆国 而随着记者的平定 失去某有杂核中的 长宗我不原亲 这个时候是陷入一种 战略上完全孤立的状态 在意识到自己 可能摊上大麻烦以后 长宗我不原亲 是在1585年的春天 主动找到了宇柴秀吉 展开沟通 希望能够通过外交谈判的方式 解决长宗我不家 和宇柴家之间的矛盾 根据当时的长宗我不家 陈历史政客 所编撰的史料长远记记载 长宗我不原亲 在开始谈判的初期 是向宇柴秀吉 献上了四国的各种奇争意报 以表示态度上的妥协 但是宇柴秀吉 并没有买长宗我不原亲的账 在收下来自四国的供聘以后 宇柴秀吉是直接要求 长宗我不原亲 交出四国北部的赞细 和抑郁两国 长宗我不原亲 能够得到宇柴秀吉 认可的领地 也就只有阿波和涂佐而已 而且这个时候 宇柴秀吉还特意强调 长宗我不原亲 之所以能够得到阿波国 这还完全是看在宇柴秀吉 对他个人实义的认可 进行的恩惠而已 在得知宇柴秀吉 一口气要自己交出 两国领地以后 长宗我不原亲 是感到既烦恼又愤怒 但是为了不继续得罪宇柴秀吉 长宗我不原亲 做出了他最大可能的让步 那就是割让一语国一国 除此之外 再多余的条件 长宗我不方都一概无法接受 而在得知了长宗我不原亲 的决议以后 宇柴秀吉也同样不愿意让步 而之后双方的谈判 是正式宣布破裂 1585年5月 宇柴秀吉开始了动员行动 准备对四国展开正式入侵 宇柴秀吉原本打算是亲自出阵 但是就在宇柴秀吉准备出发之前 他是突然疾病缠身 在身体状况不允许自己出阵的情况下 他是安排了自己的弟弟宇柴秀长 作为四国方面的代理总大将 联合自己的外甥宇柴秀次 共同代理宇柴君主力 向四国展开进攻 当时跟随宇柴君主力 一起争讨四国的势力 同样也包含了毛利家 而当时毛利家出征四国的总大将 则是小早川龙井本人 而毛利家在当时动员的兵力 则是在3万人到4万人左右 如果再加上宇柴君主力 当时整个宇柴坊阵营 进攻四国岛的总兵力 是超过了10万人以上 而相对的 四国岛上展开迎击的长宗我不原亲 这个时候他手下的总兵力 满来满算也就只有4万人左右 再接下来 长宗我不原亲将会怎样应对 如此大规模的侵略呢 而我们的小早川龙井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 又会有着怎样的表现呢 而在四国正法的最后 四国岛的领地 又会以怎样的方式 进行重新划分呢 我们一起看下一集 小早川龙井和天真之阵 好了 这一期的节目就暂时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故事讲的还不错 那就请大家帮我按赞和分享 如果有喜欢战国历史的朋友们 也请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而跟作者我本人相关的脸书 IG还有推特链接 我都已经放在了下方的简介栏 如果有兴趣跟随的朋友 也非常欢迎 好了 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